大家好,五百多人在等着 昨天就只有一个话题,要拖牆来说,发挥我的才子本能 没什么都说得到这么多话,表辰梁振英都说得到这么多话 今天四个话题,分四段说要浓缩了它 我本来想,四段的重要性都这么矮,当然最有趣上头是袁巴的女儿 搞人老母,又搞人的女儿啊,你说你家超国安全,天气不错,可以运动 遇上了,不知有没有风会打,香港的天气现在 多谢,我见有些网友留言 我才查一下果然是,果然是拘捕了袁巴的女儿 怎样啊,开了工没有呢? 要预少少,好啦 好,开工啦,大家好啊,七百多人在等着了 啊,震了七百多人,迟了一点,当然要啦,因为要练一练那几段 不就是因为袁巴的最新消息,终于搞人了,老母了,搞人的女儿了 今天呢,就是二十四日,星期一,是不是? 我们等着袁巴的回应,诸如此类,我想他就采了这三芒果,是不是? 怕你有牙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轮都看下袁巴的不少片,是不是?很红啊,袁巴 就是证明他有影响力,这个才是证明他有影响力 你不搞他,他家人呢,就是不给面子,是不是?现在 这样,那没得搞啊,原来袁黎明就已经和林宇洋了 已经移民了嘛,那袁黎昌就还在香港,是不是?好像在大学还有一个教席,就是学者 那不敢动他,不知为什么,是不是?他老婆,是不是? 你搞到,就是,搞到亲中人士,人家已经登报脱离翁婆式,翁式关系了 你还搞他,那你搞什么呢?你拘捕他老公,是不是要他破去,帮他保释呢? 是不是?他是大律师来的嘛,就是容开恩女士,那怎么搞呢? 我们说,罪不及妻儿,是不是?没有说罪不及妻女的 妻儿当然应该跟妻,他老婆不知道怎么办,不肯定 不过呢,好像不觉得,anyway罪不及妻儿而已而已 没有说罪不及妻儿而已,那现在就据说是 消息呢,就讲讲有限的消息而已,有限的消息 这个是灵德出版社,灵日德啊,灵日德啊,灵日德 国安署香港通緝,袁龙一百万的袁公怡的时候 据了解,袁公怡长女袁尼望,袁尼望,今天被我郑元带走助查 通緝令,指什么呢?通緝令呢? against袁公怡的呢? 施形干法国安法22条29条的颠覆国家罪 基本上他在YouTube是直认不毁,是不是? 那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有待证实啦,勾结这件事,我一向叫他快点勾 如果还没勾够,快点勾多些,是不是? 要保护自己安全嘛,现在不是小事,在搞香港议会 案情指,他在海外囚组这个香港议会 袁巴,我们很清楚啊,不是很多人很清楚的 很多人未必留意的嘛,搞香港议会 香港议会,香港议会,香港议会,香港议会 就是帮他们宣传啦,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理解呢? 发动公投,哇,推... 以推翻,特区政府机翻就不是的 也不公道啊,他不是推翻的,他是要替代你而已 替代你很应该啊,你没有人民授权啊 谁选你的?没有人选你的啊,又不是一人一票选你的 议会全部是被警察降过才做得 现在,议员候选人本身失去了,这些直情是... 伊朗那样要让教主查过先啊,才可以做议员啊,才可以做总统啊 这样的选举啊,那当然不行啦,违反 好啦,现在是袁巴的那个,是构思来而已 定点来,可以不可以呢?你听一下老师我那些视频 我和Jason聊,我们都指出他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啦 不知道那么紧张干什么呢? 当人家一定搞得成的了吗? 老实实,有搞一定搞成的,技术有问题都搞成的 这个难怪他这么紧张的,技术有问题都搞得成的 啊,这样呢,因为你读过辩证法就知道了 量变带来质变的嘛,质量也会互换的嘛 那质是什么呢?香港要的质,质就是他又不是宪制的啦 他没有实质的权力啦,事实上他又不会发挥到什么宪制的影响力啦 还有他违反国安法啦,是不是? 投票他又犯法,投票也不知道啦,犯不犯法 一定犯法的,是吧?一定要吓你香港人嘛 现在唱的歌都犯法,你投票这么大件事不犯法 犯了一定犯法都行的,那我个人敢投啊,不投啊 神秘地投啊,秘密地投啊,到时候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是吧?那,这个没什么的,没影响力的,但是你不要想 读过辩证法就知道了,你开了个头呢,是吧? 比如,啊,香港人都九成九不敢投的,但是有少人去投 是吧?冒险去投,然后呢,就是海外那些公开投,是吧? 人家只是,喂,搞定了,技术问题可能搞定了,是吧? 于是乎纷纷去投票,那么呢,那个议会的代表性 就是由海外香港人组成,是吧?那有些似什么呢? 有些西藏的流亡议会,你知不知道西藏的流亡议会 四十万西藏人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有个议会 有个流亡政府在印度,达南沙拉,大家都听过了 那类似是有这样的组织的,那 那,他影响你不大不承认而已,是吧? 那事实上没什么用啊,那当然啦 我们可以预计,若干时间之内,一段时间之内 是呀,袁巴这个议会,甚至袁巴都一百年多,是吧? 他好像,就是等于,是不是自比达拉喇,是吧? 他都不知道看得多久了,但是他开了个头 质量,那量可能就很影响,是吧? 小量变成大量,是吧? 星星之火,质量互换,这个是重要的,是吧? 如果不明白这个辨证法里面的质量互换呢? 就请上网查我的证据做过一条的 据文都引起大学里面的同学仔,读理论的人有兴趣,个个都听 就不是我高深说的,我绝对是皮毛而已 就是因为皮毛,这些这么高深的哲学,哲理,那些同学仔听不明白 但是,啊,原来按摩讲,这样而已,原来听得明白 我最开心就是这样,因为我都不是真的很明白 但是我知道基本的东西没错,质量互换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被袁巴搞了个香港议会 纵容他最初很厉害,很多余的 很多人冒名投票,很多灌水,纳纳乱,几十八个问题 于是乎选出那几个议员,可能就是那八个了 可能就是那八个了,你明白,没什么代表性 但是你,渐渐全世界都有这种事 哦,香港议会的议员,全世界打咪访问,到处去 那你就承认,跟着香港人说有料到,下次冒死都要投票了,下一届 那就是惹的了,跟着可能议会就回香港执政了 哇,那这个,搞你这样东西,是不是比法轮功厉害? 好,这样呢,老共是害怕的,你小心 所以呢,我没有的,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呼吁啊,袁巴小心,个人小心 不过也不用特别紧张,因为其实有意料之中的,包括很多评论人员 我是其中之一的,我是其中之一的,不是听了我说的,阿超 我是重要的,不过我不是独家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都指出 为什么吃得不吃结果?全是袁公里的家人啊? 其配合所有人都想去搞这个珏海恩 又不搞了,他又搞不到的,同樣的也是自己人 很麻烦的,中国人关系网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搞梁乐的仪捐出来,就搞到了叶纽 啊,叶纽去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们扔你耶 所以又不可以的 你知道这样就怎样了 欺贤怕恶 你以为小强很厉害 邓炳强专欺负老弱伤残 邓炳强不是 你说是不是 欺负得欺负 你饿那些他怕你 还有关系那些 不做又不是 不做又不行 现在依然就骚扰冤 那他也不避嫌 特意回来 那就是 这个是 他现在是执到 袁黎网 他是袁公园的奖女 袁黎昌 袁黎明的包姐 他从袁黎明合作就创办了这个黎明生活罢课 目前是公司的执董 是不是 袁黎明曾经是人民力量主席 2021年从丈夫林宇洋移居 现在才走了 袁公园在YouTube上鼓吹成立香港议会 这是新闻报道而已 原来看过去就没有 甚少是全都没听过 我都不知道 现在一拉成名 我想今天之内就吃完晚就放他走了 请他走了 带走坐茶而已 应该是未拘捕的 但极度敏感了 我们要这么看 做样子也要吧 让我们笑得多 为什么不敢动人啊 是不是怕人家 我昨天周末说了几次 我分析到他是极致 整件事都是针对员工先的 从员工开始才拖够八个人 吓其他人 越吓其他人 员工越丰鬚越丰鬚越招聚越牙刺 生气还生气你又不敢动他 第一 他的息苦就是自己人 这个又尴尬了 第二 员工背后的势力究竟有什么势力呢 我想憑啊 阿超在香港 按照他在香港活动 你应该认识他的 是吧 我们都不太知道员工的背景 他是20年才标出来的 是吧 国安法前几个月才标出来做了很红的KOL 跟着呢 他因为他红得不快 不是因为他勇敢的说话 他真的了解中共 他做过政协嘛 他知道里面的东西 一直都 所以有人说他潜伏啊 别管这些 是吧 不出奇的 根据他说 他都不太清楚了 我有限的了解里面 大家可以留言 他是上海时候家被迫害被共了 是吧 哎 74岁 人还周围破 要跟老共决一死战 壮事慕连 是吧 英雄慕连 壮心未耳 是吧 还要干一番事 好 那么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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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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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继续留意他的议会事件 只要留意已经是一个什么重要了 是不是? 大家当然想你阿超啊 拜託你合作一下 跟我多些说一下 两元车那些东西 做多些新闻 香港老人关注那两元就算了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突然间这两个月 过多月来就全部关心民主啊 人权啊 思想自由啊 这些东西 都是被你教出来的 多没用啊 你说多没用啊 好 那玄花事件暂时就我们密切留意他的进一步发展 暂时就是这么多了